警政署刑事局针灸大队第一队 在去年底获报发现有詐欺集团 在花莲地区设置机房 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搬迁 因此和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 共组了专案小组 而警方在日前发动了攻坚执行搜索 逮捕了亲民嫌犯 并且查扣了电脑 手机 硬碟等犯案的工具 全案警方将所有的嫌犯 都移送花莲地监署进行了侦办 警政署刑事局针灸大队第一队 在去年底接获献报 发现有诈骗集团在花莲地区设置机房 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搬家 因此与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共组专案小组 经过长期收证 警方见时机成熟 日前发动攻坚执行搜索 逮捕犯嫌7人并查扣5台电脑 13只手机 三颗硬碟等等 诈骗所达金额432万余元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诈骗集团 是以IG、LINE等社群软体 假扮女性网友搭讪被害人 诱骗到赌博网站参加博弈 等被害人下大注时 就故意让迁赌系统出现异常 借此诈骗被害人的投注金 那我们目前在清查被害人部分 已经清查有24名被害人 他们得利大概有400多万 我们奔居一定会持续来加强打击 诈骑犯罪 各位民众如果使用网络 手机、LINE等等的FB 如果有不明人事 用年轻貌美的女孩子或者是男士 来跟你结交朋友 然后开始来 诱使你来赚钱、投资、赌博等等的 这些都是一些诈骗手法 容易让民众成为诈骗被害人 目前全21社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洗钱防治法及刑法诈欺罪嫌 将全数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整办 记者刘明胜、徐立芹 花莲市报导 aller体器议送节肌 都是坑 最矿以上人就是 灾笔的 黎黑灰 一起去 劝荬 remot 吳